你不拿架子 有啥说的 李老师经常说 你们啥时间给我打电话 啥时间找我 我啥时间跟你们讲 跟你们说 他来这以后都是在地里边 不关系技术 或者是啥你问他 他都谢谢你 他在忙 他也是谢谢你 跟你好好地解释 长期超负荷工作 让李宝国患上了糖尿病 和疲劳性关心病 他就带着药 坚持往山里跑 只要把山区治好了 我们老百姓生活水平 就能很快地提高上来 进我力所能及的 多治理一点啥 多让老百姓富起来 这才是我最大的信仰 30年来 他在太行山区 推广了30多项 标准化林业技术 示范推广林国总面积 1000多万亩 累计增加农业产值 35亿多元 这个 印度西部马哈拉斯特拉邦 皮文迪的一个服装厂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发生大火 150多人一度受困 起火的是一栋四层建筑 一楼起火后 很多人跑到房顶等待救援 事发后 消防人员迅速赶往现场施救 目前所有受困人员已经获救 但有三人受伤 当地媒体报道说 电线短路可能造成此次火灾 我们看到李宝国为了农民在无私的付出 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挣钱 而是为了服务更多的农民群众 我们需要更多像李宝国这样的人 以下来看联播快讯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一至三月 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5956家 比去年同期增长1.6%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2242.1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4.5% 今天雪龙浩克